大家好 台湾地区今天受到封面的影响 和昨天的天气有蛮明显的不同 不但各地的降雨机遇都升高了 而且北部地区还出现了蛮明显的雨势 因此气象局在今天下午也发布了 及时天气讯息提醒大家 明天封面会持续难移 并且它后面的东北风会伴随南下影响我们 各地还是都会有一些短暂争雨的机会 请大家注意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道封面的云系从琉球经过台湾 一直到华南一带正在影响我们 而从明天开始这一道封面会在持续难下 整个台湾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从最新的地面天气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 封面正好位于台湾北部地区的陆地 因此全台湾周围各海域 在今天都有明显的风向变化 以及风力增强 要出海航行及作业的朋友们 请特别注意海面上的风浪预报 而从明天的预测天气图 我们可以看到 东半段的封面已经难移到东南端海面 而整个西半段的封面 还是持续在大陆华南到台湾海峡附近 因此全台湾各地 明天依旧是受到它的影响 各地都会断断续续 有一些阵雨的机会 而它后面的东北风 会对台湾地区造成温度略微下降的情形 不过大部分地区的感受 很可能跟今天差不了太多 提醒大家同时注意温度跟天气的变化 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